今天吃什麼? 阿KING和你想點它 今天和大家做一個家常小菜 我今次選了一些小小的乾魷魚 有馬蹄、冬菇、半肥瘦豬肉 和一大匙羹的薑汁 每樣東西都要洗乾淨 然後用水浸泡這個小魷魚 我選了小小的小魷魚 然後浸泡完後 外面還有一些衣 衣和眼睛我不要 撕走它的衣 還有一些軟骨 我們都不要 我們將魷魚 掀細細粒粒小小小的切開 冬菇醬軟了之後 切一個丁 又是切粒 馬蹄切粒 剁碎 半肥瘦的豬肉 放2匙匙 豉油 1匙匙蠔油 放少許胡椒粉 拌勻 把魷魚粒 冬菇粒 放入 把1大匙匙 倒入 拌勻 加1湯匙味淋 味淋 味淋是帶甜 所以我再沒有加糖 用米酒 加少許糖 用2匙匙 粟米粉 剛才浸了 魷魚的水 差不多2大匙匙 搅拌均勻 把所有材料 搅拌均勻 然後慢慢 把豆粉水加進去 用力搅拌 搅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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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加上馬蹄 加上馬蹄 肉餅 不太硬 再加1湯匙麻油 哇!好香 碟子 加少許油 搅拌均勻 搅拌均勻 把肉餅 放進去 平均地放進去 然後 用匙羹 壓幾個洞 方便 稍後蒸 蒸氣 就可以落到底 我們用保鮮紙 包住 然後隔水蒸 水是冷的 一路蒸 蒸藥膜 約20分鐘左右 你看到肉餅 熟了 肉餅已經熟了 我們可以試試味 如果現在不夠味 就可以加些豉油 但現在我覺得好油 好夠味 我們加些蔥花 肉餅就做好了 哇!好好味 拌飯真的不能彈 想知道我下次煮些嗎?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和你的朋友分享 然後把那些屏幕 高山 全部放在 以鼠總 Ber 要連老 可能 麻煩 再 最近